刘老师你好,非常欢迎来到这次加拿大文化艺术节 我想听听您的一些想法 我也谢谢你,因为这个是第四次的 我是参加过两次,是最早十年前办了基金会 然后在加拿大算是不错的 然后这一次呢,我刚好就在多伦多 所以就参加这一次,就拿了这么一个拙笔过来 这一次你主要是带了哪些您的代表作来到这个艺术节 最近呢,因为一直考虑嘛,快八十人了 就是说东西结合的画面怎么来处理 然后把东方的艺术带到西方来 然后跟他们情人发挥在一起商量这些事情 研究这些事情,探讨这些事情 那么前面那些山水啊,后面那些山水啊 就带东西方的色彩 这个是比较传统的 因为中国人比较喜庆嘛 你看,孔雀某的,吉祥富贵 所以呢,就是说,画了一个二十米宽的 现在摆不下 所以从测试,光,各方面 中国跟原来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嘛 像这么大年纪,画的吉祥鱼翼的东西比较好 可以严肃嘛 好的 好的,那你最喜欢的就是孔雀 就是你这是带来孔雀的 没有 对于画家来说无所谓 尽其自然,尽其天意 很多方面是来自自然的 画了山水,你看画一百 三十年以前画一百种鸟 去写生 然后三十年以前就去旅游世界 然后在中国游片了 所以就,因为我的先生的先生是张大千先生嘛 所以我去过南美,去过巴西等等 然后就游历四方 然后就把自然的景观 和人的本身的特色画出来 这就是我想要做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这个认识你 好的,谢谢 谢谢 好